1997年 在一场法国与巴西之间的比赛中 一名叫Roberto Carlos的年轻巴西球员 从35米外发了任意球 没有任何通向球门的直线 Carlos的尝试看起来是不可能 他的射门让球飞过球员 但是就当球要出界时 他向左勾然后进门 根据牛顿的第一定律 一个物体会以同样的方向和矢量移动 除非一个力被施加 但Carlos踢球时 他已经给球速度和矢量了 但是是什么力让球改变方向 然后成为运动时以来最伟大的进球之一 诀窍是旋转 Carlos从右下方踢球 让球边绕轴心旋转 边向右侧高飞 球从一个明显的直线起飞 空气飞过两边 使其变慢 左一边 空气以球转的反方向旋转 导致压力上升 然而在另一边 空气以与球相同的方向旋转 产生一部分低压区 这个差异 使球向低压区弯曲 这个现象叫做马格纳斯效应 这种踢球也被叫做香蕉球 被经常使用 而且它会让一场精彩的比赛更加精彩 但是香蕉球所需要的精准度 使其偏向强然后进门 是非常困难的 太高的话 球会飞过球门 太低的话 会在旋转前击地 角度太大的话 会永远进不了球门 角度不够大的话 防守者就可以拦截 太慢的话 球会早转弯 甚至不转 太快的话 球会转得太晚 同样的物理理论 是一个看起来不可能 没有收到任何帮助的角球进球 马格纳斯效应 最初是被伊萨克牛顿 所记录在1670年 他打完一场网球后发现的 这个原理同样适应于 高尔夫球 飞碟和棒球 在每个情况下 同样的事情总是发生 球的旋转产生环绕的气流气压不等 从而导致球向其旋转 又有一个问题了 从理论上来讲 你可以将球使劲踢 足以让球转回你吗 可惜的是 不行 即使球没有在冲撞中解体 或者击中任何障碍物 空气使其变慢 偏转角会增加 使螺旋变成越来越小的圆 最终停止 只是达到旋转 你需要使球转的 比卡洛斯不朽的进球快15倍 那 祝你好运 感谢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击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